在《甄嬛传》中 有一个角色虽然不是反派 但大多数观众对他就是喜欢不起来 这个人就是幻璧 那么为何幻璧会比反派更令人讨厌呢 首先幻璧总习惯以最大的恶意 去揣测他身边的女孩 比如安玲蓉在甄嬛的帮助下 初次得宠那回 幻璧就曾分分不平地讲过安玲蓉的坏话 小只不觉得他是小人得志 飞上枝头就显摆给咱们看吗 一会儿是苏州的浮光景 一会儿又是皇上欣赏的宝石簪子 好像我们没见过似的 而彼时的安玲蓉还没有黑话叛变 他那会儿是真心对甄嬛好的 却被幻璧这样恶意揣测 实属无辜 然而幻璧暗戳说的讲人家坏话还补算完 之后更是穿着安玲蓉送给甄嬛的浮光景 照摇过世 并且还暗自和安玲蓉攀比了起来 你说这身衣服是我穿着好看 还是玲蓉小主穿着好看 而在得到旁边小丫鬟的恭维后 幻璧整个人都飘了 说话也更加刻薄了起来 讲道理 安玲蓉并没有得罪过幻璧 所以幻璧这种行为 无疑是实打实的慈敬行为 除此之外 幻璧喜欢横刀夺爱 也是她经常为观众所厚病的异点 甄嬛的另一个妹妹 甄玉瑶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而且那不摇伤的海棠花 是姐姐所钟爱的 姐姐喜爱的 臣女不会沾染豪芬 通过玉瑶的这句话 我们可以知道 玉瑶是十分不懈抢夺 自己姐姐的心上人的 其实玉瑶这才是明智的想法 一则是因为爱情是强求不来的 二则是两姐妹共争一难 也难免会伤了姐妹之间的情分 但同位甄嬛妹妹的幻璧 显然就不这么想 虽然甄嬛对幻璧很好 但幻璧更倾向于 把甄嬛当作一个假想敌 她内心深处 渴望着能够超越甄嬛 或者说能够与甄嬛比肩 于是有一次大胖菊正和甄嬛 你浓我浓地坐在厅内闲聊 这时幻璧抱着荷花闯了进来 其实闯进来前 她就已经听刘珠说过 大胖菊在里面 皇上在呢 我怎么敢在里面待啊 但此时幻璧却又装作 毫不知情的样子 而咱们大胖菊 有甄嬛这样的家人在侧 哪还能注意到幻璧 于是大胖菊 只是淡淡地吩咐她 把荷花放好了就下去 结果幻璧却牢牢秉承着 咱们中国的一句俗话理念 没错就是那句 既然来都来了 总不能就这样轻易地走 于是幻璧还是娇柔造作的 在大胖菊面前摆弄起了荷花 而此举居然引起了大胖菊的好奇 幻璧健壮则是温声细语地解释了一番 回皇上 奴婢心想 要是花浮在瓶里 就好比开在水上 会更加好看一些 而对于幻璧的这种惺惺作态 早在她抱着荷花进门的那一刻 甄嬛就看透了她的真实心思 于是甄嬛全程脱塞 不动声色地看着幻璧演戏 不得不说 这俩的段位真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然而幻璧可不觉得自己的段位低 他甚至觉得自己胜利在望 爬上龙床指日可待 于是幻璧又再接再厉 一往无前 这一天 幻璧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跑到大胖菊跟前献阴前 却没成想这次翻了车 大清穿搭博主大胖菊 直接睿评了一句 至此幻璧第一次 企图横刀夺爱 算是彻底失败 这属于横刀横刀一半 谁料刀折了 而后来的事情 看过甄嬛传的观众也都知道 幻璧哭着跑出去 却被果子梨巧合撞见 于是果子梨顺势安慰了幻璧一通 然后幻璧就又喜欢上果子梨了 看到这儿 或许有部分观众会说 这下总不能算幻璧横刀夺爱了吧 这次可是幻璧先喜欢果子梨的 话虽然是这样讲 但爱情里是不分先来后到的 两情相悦才是爱情的关键 而果子梨确实对幻璧无感 这是事实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幻璧还是一直在觊觎着 甄嬛的心上人 只是在甘露寺一直没有机会动手 而甄嬛回宫以后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终于给他等到了 那是一次和宫夜宴上 幻璧用剂 让果子梨的小象从袖口中掉出 从而迫使果子梨不得不娶他 于是这一刻 世界上多了幻璧一个得意人 只有徒增果子梨和甄嬛两个断肠人 而且幻璧还有一个 让人格外不喜的缺点 那就是他不懂得知人图报 他把甄嬛对他的好 都当成了理所当然 连缓缓自己都纳闷 明明对幻璧这么好 幻璧为什么还要生出许多事情来 我对他并非不好 他竟然这样安纳不住 这里我们需要弄清楚的一点是 在这部剧里 真正亏欠幻璧的是谁 谁才是幻璧要所长的对象 其实真正亏欠幻璧的是 征服甄远道 而并非甄嬛 甄远道犯下的错 不应该由甄嬛替他弥补 但幻璧很明显 就没搞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一边生情并茂地 说着对不起甄嬛 又一边毫不犹豫地 做着伤害甄嬛的事 幻璧有时候就很像那种伪君子 他既要做坏事又怕丹坏名声 于是就在人前装出一副迫不得已的样子 逼得别人不得不原谅他 这也属于道德绑架的一种 他的道歉不是真心悔过 而是为了让自己更安心地行不义之事 再者 幻璧还是那种自视甚高 尤其爱记仇的性子 甄嬛回宫以后 一次在宫道上偶遇了拽飞小叶子 两人寒暄片刻后 小叶子就冷淡地告退了 后来内务府送来了几匹实行段子 甄嬛看见其中有绿色的段子 感觉很适合小叶子 于是就让小叶子给小叶子送过去 这时幻璧却语气强烈地 阻拦小叶子去送东西 而甄嬛却对幻璧的这种态度感到不解 于是接下来两人有了这样一番对话 这里幻璧嘲讽小叶子位分不高 却端着宠妃的架子 但反过来想想 就算小叶子位分不高 可毕竟是主杂 那也不是幻璧一个丫鬟能说嘴的 而幻璧显然不把自己当作丫鬟 所以才整天议论这个挑词那个 其实小叶子的态度也就是冷淡了一点 倒也没有很无理 幻璧实在没有必要这样针对小叶子 而幻璧的这种激愤态度也给恰恰体现了 他的小心眼和爱记仇 分析了这么多只想劝观众们一句话 如果现实生活中遇到幻璧这样的人 两个字快跑 好